星期六 在青衣運動場上演前列大戰 綁手的結智對排第三的冠中南區 兩軍今場比賽初段 攻勢不算入獄 10分鐘高形至拆動進攻 長傳去遠處被史提芬·彭利娜撕頂 可惜角度太正 被黃鎮彭沒收 20分鐘後 29分钟,陈凯帕手榴弹掉入禁区 黄振鹏接球脱手造成险象 但是球证判江展民充满犯规 杰志前锋单因盧域相遇复出 但是今场坐着后避先 要靠其他球员数虎 34分钟,他们终于创造出第一个巨威胁攻门 基尔顿大波推进直射 被五位谦接实 一分钟之后,高营至佛球开出 史提芬·帕利娜入涉斯顶,也不中目标 半场前,罗拔图传中,巴尔拿顶中 但被五位谦没收 半场双方互交白卷 逆变后,杰志立即按键 换入丹因盧域和潘佩軒 但是在48分钟,他们成为先失守的一方 史提芬·帕利娜底线突破传中被挡 他之后再做个回传 简家亨大脚抽射,撞内处入网 观众南区领先1比0 结节落后之下,尝试找机会进攻 60分钟,基尔顿中路放过冷战 再次考验不到五位谦 他们更加在一分钟之后再度失守 谷迎致扯了个很漂亮的佛球入禁区 史提芬·帕利娜门前撞到个球 改变了小小方向,观众南区领先到2比0 今场南区很多攻势都是由史提芬·帕利娜拆动 这一球,肥磅扭过破晋锦窄角度起脚 被王振铛挡出不远 简家亨大脚撞射,今次轮到近处响袋 观众南区赢到3比0 南区之后还没收够丑 坐坐木舟接到肥磅全球单刀凹射 但挑不过王振铛,被他用肩膀挡走 82分钟,罗伯陀上前接应巴尔拿,长传做过异传 单一罗域冲顶高出,始终和入球差一点 末段南区旧将陈兆军和列文起争执 要由两军队友拉开,球阵向列文出示王牌 比赛最后一刻,潘佩軒传中被五位兼党出不远 单一罗域再射,被首位阻撞到 最后由后被入替的张广然射入破弹 最终冠中南区在这场精英杯前列大战 以3比1击败结智全取3分 但得失球仍落后东方龙斯,以15分留守第三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